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今天的主題 OBS 那 OBS 其實是目前就是開源免費的這種所謂的虛擬社群軟體 那一般蠻常用在比如說像你看到的網紅啦 這個所謂的遊戲的之類的這種所謂的直播上面 但是呢它除了直播以外你可以做單純的錄影 所以你目的一定要做直播 因為有時候直播其實比較麻煩 所以麻煩就是它沒有出錯的空間 所以呢你只要一出錯了 糟糕就出去了 所以一般其實依我個人來講 我也是比較喜歡錄下來 除非說不得已我在那個 那現在呢您進來了之後呢您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我用OBS 現在已經用大概兩年多快三年了 那所以其實有在蠻多場合去用它 包括像這種就業博覽會 在現場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把課程教室搬到那邊去上課 只是呢這樣可能老師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就像動物園一樣 只不過呢現在動物園連當 好就直接在那邊體驗 那第二種呢我們看一下 你來看一下 這在中正大學 離我們這邊比較近一點的 好其實呢您剛剛可能 可能只有一位同學有看到幕後花絮 這個就是我在上課前 你看到我這邊的這個 哈哈哈哈 我就在做這件事情而已 哈哈哈哈 所以您家的晒衣架 不要讓你自己 不晒衣的時候 有很多 還有功用可以用 齁 那這個呢 就是用我們今天的兩套軟體做出來 好 好啦 做好了 只不過呢是藍木 這是綠木 好 那你知道我剛剛 在幹嘛了齁 這樣 簡單 好嘍 那您看一下最後一同學 有沒有發現他不見了 因為他穿什麼顏色 對 所以 我們 為什麼會用藍色跟綠色 就螢光暖跟螢光綠 因為如果你拍人來講的話 人 身上這兩種顏色比較少 比較不會有 就是 干擾到 好 但是如果你是拍東西 就不一定了 所以現在一般我們進攝影本 主要就是這兩種顏色居多 早期都是藍木為主 後來大部分會改成螢光綠 那這些呢 您去網路上找其實也都有 好 那我們另外呢 會把它用直播的方式 比如說像我把它用在這個 有點遠 因為我查過 我在台中 到那裡 沒辦法一天來回 台東有點遠 所以 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用直播的 那直播的呢 也一樣 他們在教室 就看電視 我在這邊就看著他們 然後呢 我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還有直撤會的同事 在台北順便見客一下 這邊進來看一下 那這種方式呢 它不是用OBS 直接 就是做直播 它是用另外一個軟體 叫Room DOM 那這個比較 常出現在那個 遠距會議上 因為我們用YouTube直播 它會有20到30秒的delay時間 所以你要用即時互動會有點困難 好 那Room的話 它的這種delay會比較少 但是 它免費的只能15個人 所以呢 基本上就是 你要人比較多的 像一般教室的 人那麼多 就需要是屬於付費的版本 這樣 那它的這個delay時間 就相對比較少 相對比較少 另外呢 這個也離我們這邊比較近一點 這個是在台大醫院的雲林分院 那這個我就是在大理塔 在大理塔也可以玩 我們可以玩更多 那一樣的 我就把它 像這樣 有沒有 連椅子 都用欄目 做起來 所以 它在這邊 其實它坐在這裡 就是在拍 坐在這裡就是在拍上面的拍 我們就可以兩個一起玩了 好就可以兩個一起玩了 所以其實 其實你們不是在 就是電腦教室 一般教室 其實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那這樣 就比較不一樣 另外呢 下面你看到這個 我去名傳的 那麼去名傳的 這裡 除了 以前我用過的 我還特別把 什麼 把Line也加進來 如果老師 以後您上市 遠距的課程 像 我們如果上 比如說我禮拜一 上那個YouTube直播 我剛剛有特別跟老師說 你要耐得住性子 因為老師 如果你問同學 請問同學有沒有問題 一定是一片 哈哈哈哈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繼續囉 哈哈哈 你就只能自問自答 哈哈哈 因為 其實訊息 有些同學又回 還不錯 還算有良心的 很多時候你問他 那個問題 那就只好 你自己繼續了 但是呢 在這邊的話 如果您搭配Line Line也有群組 對不對 也有視訊 那你也可以把 遠距的就叫同學 來 我看一下你現在在哪裡 哈哈哈 就可以把它加進來 也可以加到我們的 虛擬桌子裡面 一起玩 這樣也OK 你看像這個 現在同學就比較喜歡 拍照的時候 除了美肌美膚 還要有變動物的 有沒有 哈哈哈 因為用自己的相機嘛 所以沒有什麼功能都有 自己選擇 好 好 那麼另外這個呢 欸 高雄的 也不算 離我們這邊太遠 在宿得 所以也是一樣 那這個是在會議室裡面 好 會議室裡面的 所以您可以發現說 其實OBS 最主要的好處就是說 它等於是一個 行動的 虛擬生活 平常其實 不管是同學或老師 您如果一般 你要用 錄節目 大部分都需要 跟學校去借所謂的 所謂的 專業的虛擬聖門 那 用那種方式 老師會有很多的 小問題 所謂的小問題是 第一個 您不習慣在那樣 場合上課 所以你就會覺得 我要準備 好像要花比較多時間 或者同學 你要做一些 節目啊 你又不好意思在那邊 對不對 不能亂倒 哈哈 所以你就知道 網路有很多亂象 那現在因為 你要做這樣 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我們設備 因為你一個網路攝影機 甚至你有手機 有的人你也用手機 那加上這樣的欄音 就可以做了 就可以直播了 只要你的頻寬 不要太小 然後電腦效能 不要說差太多 基本上 你都可以做得出來 那麼 這樣子 你在比較 自己比較習慣的場域 另外呢 又 比較方便 你又不用擔心用壞掉 對不對 因為那些設備 如果是學校等 你可能會擔心 我這樣調一調 那後面的怎麼辦 只要他都會告訴你 這個不要亂動 那個不要亂動 哈哈哈哈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覺得壓力比較大 那最主要就是說 您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在你自己的環境 習慣的環境裡面 你講話會相對比較自然 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會覺得 嗯 我還得思考一下習慣一下 這個是 我們針對這個OPS的部分 給您稍微做個參考 了解一下他可以做哪些 他最大好處 就是做即時藍幕區背 那麼他有沒有缺點 有他沒有剪接影片的功能 也就是說他無論有直播的功能 有藍幕區背的功能 但是就是沒有剪接影片的功能 所以呢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搭配另外一個 另外的軟體 因為那個軟體是數位教材製作的 一個免費 應該說共享軟體 那剪接影片的功能 那剪接影片的功能 跟這個輸出的部分 是完全免費的 而且他最大好處 他跟各位熟悉的一套軟體 很像叫做拋棚 所以你用拋棚的方式來剪接影片 有沒有覺得光聽就會一半了 哈哈哈哈 這個使用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這個是他一個最大的優點 當然他並不是專業的剪接軟體 所以他不會像什麼 威力導演 Premiere 會生會影專業 那麼多所謂的特效 等於說做數位教材 影片也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單元 所以他可以讓您用拋棚的方式去剪接影片 去做比較方便的這個影片 還有教材的安排 這是他最大的優點 所以這樣也沒問題 所以我們先這樣跟老師同學介紹一下 您可能就比較清楚我們今天的一個方向